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超哥本人也确实像个小媳妇一样 贴着购物车扭着腰紧紧跟在娘娘身后 每次夫妻共同出街都比老婆妖娆的超哥 这次又成功让网友笑杀了气 还有网友怀疑他们俩的衣服是不是经常换着穿 果然夫妻像不只是说的长相相似 就连穿衣品味也是会传染的啊 俗话说自古男儿观众爱 正在热播的赌步天下里 张瑞饰演的二阿哥戴善 就凭着温柔痴情 俘获了许多剧迷的芳心 时隔六年再次出演青妆戏 又被踢光头的瑞哥哥内心其实是很崩溃的 他在采访里就说自己特别纠结 但是敬业的他还是压下了自己复杂的内心戏 专注于角色了 这次就是再次踢光头的时候 这个那一瞬间有像上次一样 就是那么复杂的心理活动吗 很复杂 真的很复杂 我就在想 我要可能要面临到几个月呢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 都可能头发不是很正常的情况 这边长那边短的样子 所以就还是比较纠结的 但是你都已经决定了 就要这么去做了 六年前还是新欢朱里 开朗仗义的五阿哥 六年后却成了全剧最憋屈的二阿哥 瑞哥哥自己都忍不住吐槽 自己是整部戏流泪最多的男演员 哭到后面笔涕都出来了 小八哥不禁默默心疼他三秒 所以戴山是不是整部戏里面的泪点承包者 对 也是流泪最多的男演员吧 你自己的哭戏也是最多的 对 很多的 就是中间出现了 导演说就很好 演完之后导演鼓掌啊 现场 觉得太好了 太感人了 但是导演说再来一条 我说为什么再来一条 他说有鼻涕 不过瑞哥哥也不用方 虽然你在戏里心里苦 但同时戏外有万千陪你默默流泪到天明的剧米呀 看了最新一期演员的诞生的朋友 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 张子怡不仅对前来探班的行情充满慈爱的目光 就连他的项链都是爱的形状了 别看他台上毒舌蜡瓶不断 其实结婚生女后 张娘娘的母爱都已经激发出来了 就拿演员的诞生来说吧 每次提到小苹果和行情 他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母爱 我想能让霸气郁姐一秒变成软蒙小妈妈的 也就只有这两个女儿了吧 所谓吃瓜群众智慧多 有心比头发丝还戏 眼神比显微镜还强的网友发现 在最新一期演员的诞生中 张子怡戴在项链上写了两个小字 醒醒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不是张娘娘想叫你起床 也不是为了追逐热点 这分明是在花式秀女儿啊 同样是在这期节目中 行情小朋友也贡献了她的综艺首秀 小工具身穿百色连衣裙 一出场就蒙翻了一众叔叔阿姨 乌立子怡一看到行情也满脸带笑 弯下腰来就是几声爱的呼唤 不过小姑娘可能还不太适应镜头 居然转头就跑了 网友看后纷纷称赞张娘娘爱娃爱的深沉 录那么久节目还能全程弯腰和女儿交流 还顺带抢走了小工具的新闻头条 当然了张子怡妈妈在演员的诞生中 留下的爱娃画面还不止于此 节目拍摄间隙 她都会化身女儿奴 和醒醒来一个甜度爆表的爱豆互动 在忙着准备青蛇演出之前 不忘跟醒醒视频 甜甜的喊她的名字 还耐心的教她吐舌头 这难道是演技从娃娃抓起 从小培养未来影后的节奏 第四期节目中醒醒她爸汪峰前来探班张子怡 第四期节目中醒醒她爸汪峰前来探班张子怡 哎呦喂这个语气怕不是要把头条军可爱死吧 没想到一项威武霸气的国际张 在女儿面前居然这么温柔又可爱 满脸的宠意无处藏 即便老公在身旁 像她念的还是宝贝闺女 真不知道是该羡慕醒醒 还是心疼汪峰了 就连连续工作16小时 身体超负荷之时 都还要跟女儿聊个语音 以解思念之情 这天然小奶音加萌妈音 简直是萌的N加1次方 特教君才不会告诉你 这段视频我循环播放了十多遍呢 怎么说呢 特教君赶脚张子怡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就像是激发出了某种 以前一直被隐藏的属性 她现在的微博头像 是和醒醒牵小手的照片 简介是醒醒妈妈 还一言不合就晒娃 醒宝两个多月时带去打疫苗 她事无据悉地 问清楚药物的相关信息并科普 北京雾霾发作时 她惆怅得不行 带着醒宝去其他城市避一避 新型病毒感染开始传播时 她还懂得做好功课提前预防 提醒其他爸爸妈妈 照顾好自家熊孩子 是不是有种看到 爸妈朋友圈的干脚呢 就连去多伦多参加电影节 物力张颖后都要把醒醒带在身边 最近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后 她也以一个妈妈的身份 第一时间发声 发挥出了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 所以说啊 现在的张自怡 不光有让人录砖粉的业务能力 醒醒妈妈这个名片 也成为了她身上的着迷点 如此喜闻乐见的状态 请允许偷雕君再次为她点赞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有啥想说的想聊的 请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进行互动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一个资讯 在这里呢 还是要感谢我们最大的 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咱们明早七点不见不散哦 拜拜